無線在大年初一在將軍澳電視城舉行賀年節目 金牛獻稅賀新喜賀新稅 出席高層包括主席許濤、行政總裁李保安、 副總經理兼行政委員會特別顧問鄭志偉等等 或TVB大股東兼非執行董事黎瑞哥幕後音點 變身高層的智偉更是首次正式以高層身份亮相 穿著深啡色西裝的智偉相當醒神 在台上一眾行政人員齊集與觀眾拜年時 智偉更被一眾高層圍著聊天 興致勃勃的智偉有別於一般行政人員 滿場非同藝人打招呼 之後眾行政人員向藝人大派利是 智偉自然成為眾人鬥利是的目標 令到現場氣氛熱鬧到爆 這樣說我是新人 新人一個 新人一個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十幾天沒有在香港過 因為我都說連出去賺錢 今天就回來派錢 因為我這幾年都在拉斯維加斯做節目 所以就沒試過 所以好像有點不習慣了 尤其是今天還要穿西裝回來廠裡 又不是在阿姐在旁邊做主持 我覺得有一點很陌生的感覺 但一看到大家在坐台聊天 我就很幸會跳回到台上 我覺得做電視和香港市民是沒有分開的 我希望回來都是跟我們面對香港 祝福香港 祝福TV是一樣的 所以我自己就去六個字 用我這次回來的心情 就是我希望能夠將我們能夠做到的進步 香港的進步 香港的進步 我們希望團結 我們香港要團結 TV要團結 最後就是開心 希望我們香港人開心 開心一點 因為TV是服務我們香港市民 所以應該所有事情都是同一個市民 是同一個呼吸 同一個呼吸 今天好笑 今天我原來呢 我平時回來 原來人家幫我開了門 我又不知道原來呢 回來要帶鎖匙 今天我第一個回 我經鎖了時間 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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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一定有的 其實冰身 其實這些是很少的事情 其中一步 我應該去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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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